黄河片马上就要上线了 从网上爆出的路透途中 很多跑男成员偶都已经回归了 而之前一直都没有出现的郭麒麟 也出现在了照片中 音系结缘的好友张若云 也忍不住调侃郭麒麟说 哪个节目都能碰见他 在德云斗校社这档节目里 郭麒麟作为德云社的少班主 也终于是出现在了节目里 众位师兄弟也都很照顾 郭麒麟因为来的那天正赶上下雨天 张赫伦还担心拎着郭麒麟 拿着扇子给大林子挡雨 而郭麒麟在节目里 也像在跑男里一样全程高能 每过几分钟都有一个笑点 他和鸾云平 孟赫棠三个人的作品 得到了观众一致好评 这三个人无疑是节目里 表现最轻松的一组 临场发挥也能将整个故事串联起来 给人一种游刃有余的感觉 而在节目之后 鸾云平也是许久未见 郭麒麟忍不住调侃他说 今年报复性复工的你 今年收入大概多少 众作周知 郭麒麟情商一直都很高 所以大家也都很关注 郭麒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而郭麒麟听到后 马上回答说 你得去问你是否郭德纲 你没有看我现在买莽都没有钱 他还天天催 太难了 不得不说 大林子这诚实的回答很圈粉 不少网友都表示 被催买莽的郭麒麟也太可爱了 难怪郭德纲说 郭麒麟拿钱不当钱当命 上了这么多综艺节目 居然也还没买下一套蟒服 不过从郭麒麟日常生活中 也能看出 郭麒麟是一个很节俭的人 从节目里爆出 外卖单子上也能看到 郭麒麟一天时费 只需要花费一百多块钱而已 已经超级省了 外出坐出租车 还很在意 司机师傅有没有打表 对自己的赚的钱也是格外珍惜 而郭麒麟之所以这么节俭 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己很早就开始经济独立了 没有家庭的支持 作为一个艺人赚的多花的也多 净收入究竟有多少还真不好说 不过这么节俭的郭麒麟 也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 如今 郭麒麟新剧追续杀青了 很快 郭麒麟又要进组拍摄 竟于年二了 身为一个打工人 不知道大林子要多久 才能给郭德纲买上一件蟒服呢 优优独立了 优独立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